Hello 大家好 我是预测新车的魏子 纯电版本的奥迪A6要来了 两个关键信息 最早会在2023年初正式发布 未来也将会在一期的PPE工厂投产 这一期我们将做个抢先的预测曝光 如果你的朋友正在纠结这个级别买谁 建议发给他看看 2023年发布或许真可以等等 来 预测走着 新车预测第57期 我们先从车侧看看这家伙的整体姿态 因为是纯电车 这个车侧姿态就有了很明显的纯电车特征 比如大尺寸的轮胎厚重的车侧 温室部分在车侧的占比也是更加夸张 高条的腰线 新车整体线条是非常优美顺滑 其车身形式有点类似于奥迪的 Sportbike轿车系列的车身形式 和我们印象里燃油版的奥迪A6有的巨大的区别 而车门下部 电池包位置 这个造型在奥迪的几乎所有纯电车上都有 看奥迪官方自己介绍 在续航里程无比重要的纯电车上展现车辆性能的 不再是修长的车头和硕大的进气格栅 而是电池组 所以未来奥迪的纯电车都会加强对这个位置的塑造和突出 怎么样 奥迪A6递创 这个纯电A6的车侧 一到五分 你能给几分呢 熟悉奥迪的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量产版车侧对奥迪A6逆创概念车 可以说做了高度还原 那车头会不会也高度还原呢 来到前连 透过测试车叠照 各个部件的位置基本都清晰可见 六边形中网 分体式灯组 下进气口 雾灯区域进气口 看到这个叠照的时候 我真的要感动的哭了 你知道吗 做预测这么久 太少能看到这么清晰的叠照了 有些叠照啊 我严重怀疑 摄影师是拿着座机拍的 再胡一点 我都怀疑拍的是不是个车 好了啊 言归正传 前脸唯一需要我们再验证一下的 就是中网周围和雾灯区域怎么设计了 在海外啊 有设计师做了这样的预测 但在奥迪A6逆创概念车设计上 这个周围用黑色做了勾勒 反向突出奥迪标志性的六边形中网造型 这个造型啊 在奥迪RSE创GT发布之后 延续到了所有奥迪纯电车的前脸设计中 目的呢 就是在纯电车时代 突出和延续奥迪的家族化设计 所以奥迪A6逆创的前脸也是对概念车做了90%的量产化还原 只对各个部件的比例啊 做了小幅调整 来 对比一下奔驰EQE啊 纯电时代的奥迪和奔驰在设计上 你目前更喜欢谁呢 既然车头车侧 奥迪A6逆创量产版 对概念车啊 做了高度的还原 那车尾 我们用角质都想想 也能知道 和概念车啊 差别不会太大 看看伪装车的叠照 也确实如此 大体造型啊 没有变化 只是伪登呢 做了一些量产化的改造 最后啊 给大家说说数据 量产版官方呢 没给消息 但概念车车身尺寸方面啊 新车 长宽高 分别啊 我打在屏幕上 这个整体大小呢 近于奥迪A6L与奥迪A7之间 动力方面呢 概念车数据啊 是将搭载综合功率为476马力的前后双电机系统 最大扭矩800牛米 WLOTP标准下 续航里程可达700公里 并可实现270千瓦快速充电 10分钟左右 就可补充300公里左右的续航里程 0到100千米每小时加速时间 在4秒以内 怎么样 这样的奥迪A6E创 是你的猜吗 好了 内饰呢 我们就不预测了 概念车啊 没有曝光内饰 叠照上呢 内饰里啊 竖着一个夸张的测试屏幕 毫无参考价值 等到后续有消息了 我们再长 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闭着呢 留言或者私信我 就能拿到 我是喜欢玩坏 各种汽车品牌的位子 咱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